我在籌備本年度的施政報告時 深感任重導遠 過去一年多 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打擊 包括因為修例風波 和其他反抗政權行為 而發生的社會動盪 因為新冠疫情肆虐 而引致的經濟萎縮 和失業率上升 因為境外勢力干預而出現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凡此種種都嚴重損害特區的社會穩定 阻礙經濟發展 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 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 在這個環境之下 市民焦慮不安 甚至對前景失去信心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夠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是理所當然的 怎樣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 令市民恢復信心 是這份施政報告的首要目的 我今日公布的施政報告 務求在政治體制上正本清源 在經濟發展上著力鞏固 和提升香港優勢 多元並進 及在民生建設上繼往開來 力求解決眼前和長遠的社會問題 再見